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进入色不亦空,空不亦色的境界 下 这个世界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把它过去 放过它,它就去了 你不肯放过它 你拿放大镜照住它 这件事情在你心里越来越大 你就放不下 所以菩萨经常让我们要放下 告诉我们人间一切是空的 这就叫缘起性空 任何一种缘分到了 它起来了 你看到它最后就是会没有的 本性是空性 就是事物的本质是空的 人跟人的缘分 本性是空性 一件事情只要开始发展 最后一定是空的 这就是缘起性空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小婴儿生出来 你就看到它一定会经过一个过程 生老病死的过程 最后就是没有了 空了 一个小婴儿生出来 就是一个缘分 缘起了 看到最后本性是空的 所以缘起性空 所以缘起性空 不管是小婴儿 还是任何人 到最后都是空性 都是没有的 缘起性空 就像小孩子生出来 没有头发 没有牙齿一样 等他年纪大了 头发牙齿也掉光了 这就是空了 这个缘分生出来 到最后 你能看到它的本性是空性 你就会拥有智慧 就不会再去执着了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你就不会再去执着 你就放下了 就进入了无我 色空的世界 万事皆空 且随意 缘起性空 是真谛 参破真相 不痴迷 无我放下 正菩提 甘象 她 我 我 我 他 我们 我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